本节重点 1.利用移除面工具修饰实体 2.简易靶模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连接器 那现在使用到的是移除面 那移除面就是可以修饰实体 我们选取移除面 然后选择一个平面 然后在上面按右键相切连续 这样子可以选取到相切的边界 快速移除不要的部分 再来我们想要移除上半部 这比较复杂的部分 那我们还是选择移除面 那我们先把边界先选起来 那先移除边界 如果移除不成功的话 有时候我们可以搭配固定面使用 我们建模的时候 有时候会多一些实体出来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去做移除 这个功能很好用 那我们选完整周的边界之后 然后选里面的一个面 然后再利用相切连续 选取所有的面 选择一个面 按右键相切连续 那这个部分 其实有些部分没有相切连续 所有还要去找看 是不是有没有选到的 然后我们再一一把它选起来 好 那我们移除看看 移除成功了 现在来做简单的把模分析 那现在点把模分析的时候 产生一个需要你显示的部分去更改 那个显示的模式 好 那我们点选模型 那它就会产生一个射接出来 这个射接是要让你确认 把模的角度介于哪一个值 是正把模还是负把模 也可以修改角度的数值 我们可以利用螺盘 把螺盘移到一个平面上 可以依所选择的平面来做把模分析 那我们再次点把模分析 如果我们不是用螺盘 那我们也可以确认 我们要把模的平面是不是 是跟基准平面是平行 那我们现在把螺盘 切回原来的位置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的图形跟螺盘 是有一个角度差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icon 切换把模的方向 那就会有不同颜色的显示 绿色的部分为正把模 那个角度是大于2度以上 那红色的部分是介于0度到2度之间 那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蓝色的地方 蓝色的地方就是负把模 那负把模可能就是模具比较没办法拆模的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